場面有看到莫巴爺 最近因為這幾天也是有蠻多的消息更新 所以我相信對於這些選手們可能 心情上也是有蠻大的一個影響 重要的一塊奪冠拼圖 我看看這次的切入造成了犯規 敵隊的快攻來了 給到藍底下空中接力 這次急停的跳投被蠻容易發生失誤的 對 而且鋪防來得很快 給到藍底下 這次又是許宇輝的得分 雷蒙恩這次也是要來轉助攻 對 可以看到雷蒙恩的護球手相當的扎實 交到藍底下但這次防守端了 這整個動作都做得相當的流暢 這邊有一個反快攻 看看這次的配合 再把球交給哈特威克 一攻一守幫助球隊 敵隊這一波的進攻顯得有些點點撞撞 不過藍底下利用身材的優勢 還是把這分數給補進 馬克思要給到藍底下 阿美剛才有得分的紀錄 現在他延續住了手感 打到了 這次背後的給球漂亮 找到了馬克思 可惜球沒能擺進 不過 11分過 所以基本上他的進攻火力沒有問題 在這邊 馬克思的爆扣 今天這場測試會的第一個灌籃 來看一下這個衝波 雙腳一等 就是一個右手的爆扣 近在忽定的出手 稍微偏了 進攻籃板再被爭取到 又受到斯曼的得分 奧倫在忽定 連續幾次的變相之後 要交球 成功找到了隊友 但 林展優 大轉身之後的拉幹出手 被蓋了下來 又重播 對防的阿美也是跟他有一些溝通了 在轉換邊 雷蒙恩一個大轉身 來到籃底下遇到丹尼爾 再往外分 馬克思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進 尼亞只出手了八次三分球 真的蠻少 對 抓進攻籃板 丹尼爾在籃底下 展現他的身高優勢 的水準 組織能力大概是 這一個選秀裡面 以後衛來講 組織傳球能力 算應該是第一第二好的 信凱拿到這一球 代球往前場推 找到丹尼爾 丹尼爾要秀一個嗎 競算家吧 一場可以撈到蠻多的球 竹魚君外圍出手 沒有 哈特威克在籃下有優勢 籃板球波打出來 又被學弟隊拿到 哇 陳冠宗這個處理漂亮 有點 代球快攻 交給哈特威克 再做轉移 插板得分 身外圍有的 做轉移 演加記 拍か了